幸運 喂喂喂 那個各位Ginny Bay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是阿龜文秀天野通的團隊 那我是Shop 那今天我會為各位說明一下我們其中進度報告的內容 那首先還是要非常感謝一下那個Ginny Bay Grand 因為其實我們是從今年才開始做的 所以也是還好因為有這樣子一個 就是這樣子的計畫存在 所以我們才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召集到現在這麼多的團員過來共同創作這樣子 那我們平常是農業科技的一個方面 那好我這邊說一下 那我們最主要的目標其實是打造農業維繫後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工具是一個開源的工具 那它最主要是結合了我們現在的物 物聯網一些相關的技術還有一些資料科學的技術 然後我們現在是跟宜蘭的青農合作在共同發展一個 就是真的給台灣農民去用的一個農業維繫後的工具 是這樣子的 然後前期提到一下為什麼要做這個 最主要原因是為了要幫助青農 因為其實老農啊他們大概都是靠經驗在做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他們非常的熟悉了 嗯跳過了 對 但是台灣青農有一個狀況是說 慢慢返鄉之後其實會面臨經驗缺乏資本缺乏 還有就是農業是一個很看天氣吃飯的行業 那包括像我們這次實驗裡面 完全真的是看天氣來做實驗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很滿大的挑戰的 好 所以我們主要想要解決的問題 包括說像是勞力的浪費 有沒有辦法讓他們直接讓他們尋田的次數 還有就是有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工具 讓他們在從事農業的時候更方便 另外就是一個在地就是說你到底還是要依靠中央氣象戰的預報 還是有沒有一些在地的氣象資料可以去幫助你 然後最後一個是說現在的設備型都太貴了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比較便宜 可以用的 因為可以用的是最重要的 好 這個大概是一些調查工想要做的事情 那因為我本身是做資料 就很喜歡從資料面來看 那因為其實在我做這個時候 其實收到很多中央單位的一些說說 他們覺得其實用中央氣象局的資料就夠了 那你會需要自己做嗎 那我們大概做一下 上面是我們自己的一個測站的狀況 然後如果說你沒有在氣象戰的話 其實你通常會去看最近的 第二個是最近的中央氣象局的氣象戰 它是載連氣象戰 可是我後來去 我後來去算一下他們的相關係數 其實大概只有0.23而已 那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說 載連是在高山上面 但是我們的氣象戰是在 它的田裡面其實就差了非常多 然後後來我們在想說到底要看什麼 然後畫噗噗噗噗噗噗 其實最下面的是宜蘭的在 人工的氣 人工的氣象戰 其實它會最最最最接近 但是以相關係數來看的話 其實其實還是會差比較多 所以其實做在一氣象戰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好 然後我們主要整個加工大會是這樣子 我們做了就是田間的感遮器 專門去收集土壤的溫度跟含水量 然後還有我們會做一個 就是多塊錢共用的氣象盒子 把資料收回來之後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讓農民可以去看 那下一個計算包含說 怎麼樣把一些農業專家的知識整合進來 剛剛他們在操作的時候有一些農上面的建議這樣子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用的網路傳說技術是LOLA的部分 那我們在3月的時候其實碰到一個滿大的狀況 是說其實資料沒有辦法傳回來 不過現在資料已經可以傳了 但是我待會我會講一下 用LOLA會碰到一些問題 然後在一向盒子 我們現在架在宜蘭的當地 因為它比較大沒辦法帶過來 所以我們今天帶過來是我們第二代的那個田間的那個 那個感測器 那基本上是插在菜田的 然後因為我們在前期間在設計是一個鐵盒子 那基本上鐵盒盒子除了照價昂貴之外 另外來說 它也沒有那麼的方便 那我們的目標是做出一個可以用的 所以這一個是插在菜田的 它可以去收集土壤的溫度跟含水量的部分 那因為在土壤學裡面 土壤的深度是跟你的作物是會有直接相關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做法是說 我們會針對深度5公分跟15公分的部分 分別去做不一樣的感測數據的收集 那我們這次鎖定是在葉菜類 也就是淺 也就是那個淺跟淺的部分這樣子 那如果是果樹可能就要再做的更深了 好 這個先放 好 那大概現在插在田裡面的狀況長得會是這樣 左上角是否水 左上角是否水到田的 那這個是否菜菜田的部分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設計到實驗的部分 是主要是在說 怎麼樣去做灌溉最佳化的部分 大概做一些實驗 然後我們最主要是要找出說 葉菜類的一個 一個最佳灌溉的狀態到底是什麼 我們要找出那個微凋點 所以我們大概做這樣實驗 不過理論是理 理論啊 真的下去做實驗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真實法性狀況非常多 所以說其實 不過我覺得說 其實碰到的問題並沒有什麼不好 我們的方式是說 我們就去做 然後我們碰到的問題是說 再 就是說 再來看 看怎麼樣改改改改改改善這樣 然後這個大概是我們實驗的狀況 可是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 會包括說其實 我們設計的三組實驗 但是因為在製作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些 Sense 或一個損壞的狀況 然後就是說 LOLA 串到後面發現說 因為我本身是需要資料的人 就會發現說 LOLA 傳輸回來資料 常常會受到電波的干擾 導致說我們傳輸回來資料 會產生一個 亂碼的狀態 也包括說其實六月份 因為我們做的是 最佳灌溉化的實驗 其實我們是要從 農夫的灌溉行為上面 還有它土壤含水量 去做推推 去做模型的推導 可是又發生六月份的時候 雨下的超超超大 基本上土壤含水量都飽 都算是飽了 所以這個會變成說 實驗組的差異就會變比較小 然後另外來說就是 氣溫比較高 因為其實座物跟氣溫 會非常的有相關 不過也是因為 這次實驗我們發現到 其實在耕作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掌握到 這段時間的氣溫到底會是 什麼樣子的狀況 才有辦法做到耕種的建議 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 蜗具是一個中繼性的作物 然後因為我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其實氣溫它是偏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說 菜其實從生生檔過程中 是會是比較慢的 好 我們直接來DEMO一下好了 到底這東西插下去之後 該怎麼樣去看 還剩一分鐘 一分鐘好 直接看 好 基本上我們要做的東西 是給農民可以去用的 所以 基本上我們的做法會是這樣 我們讓農民可以去選擇 他的作物 所以說基本上呢 你可以去針對你的作物園 去做感測器的設定 所以說這邊會有感測器設定的部分 然後感測器設定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選擇說 你現在的感測器 到底可以偵測什麼樣子的數據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你會去針對你的田 做一些設定這樣 就是說我們會去建立不一樣田 去做不一樣的耕種紀錄跟實驗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去選擇說 在我這塊田裡面 我要選擇什麼樣子的感測器 來做實驗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做環境數據的測測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傳回來 這個是土壤的溫濕度的變化 大家可以去看到說 淺層的濕度跟深層的狀態 到底會是怎麼樣 零的話就代表他有一些作物這樣 也包括說一些變化 所以目前來說 我們希望說可以把這東西做完 然後讓農 農民只要載回家就可以使用這樣子 趕快接回來 再給我聽聽時間 好 好 這樣這樣這樣 好 那我們也做吉他了 然後我們 第一場聽一代班在宜蘭 第二場在台北的政大 那我們會持續做黑客宗的舉辦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然後這些東西我們全部都開 開源出來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跳坑的話 也歡迎過來找我 好 好 謝謝